院長好 委員你好 這次的1500億的紓困預算 房制大概是佔164億多 將近165億 紓困是1224億左右 振興是將近111億了 那振興大概是只佔7.4% 您認為這樣夠嗎? 夠不夠? 我想說我也很理性討論 因為既然立法院都已經打開天花板了 所以我想先請問第一個是振興 現在這樣您認為夠不夠? 雖然還預期不知道哪時候會結束 可是振興看起來 我認為是需要可以再多 是這樣 我們就是防疫紓困振興 那現在我們穷盡一切之力 在這個防疫紓困 那紓困讓這個產業不要打 就業不要 這樣才能夠振興 這其實也是打下振興這個 那振興方面 當然用鼓勵用各種方案來刺激消費 所以錢是永遠都越多越好啦 院長 你剛剛講一個重點 紓困你知道我最近在地方走動 大家都說現在 那個淹水都淹到鼻子了 都快要真的要死了 現在很多很多產業 真的很需要來振興 可是當然這段時間最重要的是紓困 沒先紓困 就說嘛 沒紓困好 這不需要振興 就一大堆就失業的 甚至有些就倒閉的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重要 大概是紓困 那紓困現在是 但是占這個比例你覺得夠嗎 目前紓困 這個錢都是 我聽下來 錢永遠都是不夠的啦 但我們就是希望做到最好 大家資源 國家資源也是有限 我們也不能無限制 那我們就來檢討一下 紓困現在的做法 有些部分我們認為 是不是可以再加強 因為我剛剛就聽到 勞動部長說 因為資源有限 那如果資源有限 我們就是一刀切一些東西 事實上造成的真的是很多 本來應該要照顧的人 沒有照顧到 或是呢 我們真的就有所疏漏 所以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可能有紓困3.0 就是再參考我們之前的主張 台富發現金有可能嗎 就是因為反正天花板打開了嘛 我們現在已經在花現金 沒有我現在說的是 有很多已經花下去了 台富比較是一體 做一個所謂的發現金 有沒有可能 所謂一體 有沒有考慮 有可能嗎 通通有獎這樣的沒可能 你知道說我們現在有一個規定啊 現在就因為沒薪水沒有收入 所以他在2月就退保啦 就從職業工會退保 繳了好幾年啊 就2月退保 按照我們這個標準來說 他就領不到3萬塊耶 部長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要有效力嗎 委員 委員因為當初在考量這個政策的時候 是以在職 在職者 在職的勞動 對 人家就從1月開始 就開始沒頭路嘛 包括委員我剛剛就在講說 我們其實一個政策的擬定 我們必須以大多數人為作考量 他當初為勞保進來 我非常不認同 但是剛剛跟委員講 再說明一下 如果有真的是很困難 在勞保這邊 因為他沒有勞保進來的 那你要用說衛福部 對 我知道 等一下我會跟你討論衛福部的事 我先講你現在這個東西合不合理 第一個 訂了一個3月31號的標準在那邊 我覺得對之前 都有在投保的人來講 非常的不公平 第二個 拉2萬4 我想部長你應該也很清楚 職業工會的投保 跟收入沒有關係啦 有些如果按照你標準 有一些他收入可能更高 只是他投2萬4嘛 但是這個部分 因為很多都是沒有固定雇主 他可能是因為做生涯規劃 有些他因為比較年輕 投保2萬4 再來可能因為年齡比較大 所以他投保了2萬5 3萬5 跟他收入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你也知道 跟投保越高的人 家庭的負擔更大 結果他反而領不到這個3萬塊 這就是我要跟院長 幫他們陳情 不要因為說租完 說資源有限 要談的是公平性 你現在在一刀切之後 真的讓需要紓困的對象 就算有投保工會的 也一樣沒有被照顧到 多1千他可能就沒有了 2萬5 2萬5千2就沒有了 可是他也許負擔的是一個家庭的生計 那我就說他是跟年齡有關 不一定跟他收入有關啊 可是我們明明 勞動部很清楚 職業工會的性質 可是你卻這樣一刀切 我真的比較建議用中位數 拉到3萬5中位數 然後來看怎麼樣來照顧更多應該被照顧的勞工 這是第一個訴求 我也跟我說明一下好不好 那個有關於年紀的問題 其實我拉2萬4我統計過 投保15年以上的佔了4成 甚至投保20年以上的佔了24% 這麼說這跟薪資無關嘛 對我剛剛在講說 你剛剛在說年紀 年紀其實不會有問題 也不是說年紀輕的就一定都投保2萬4 其實我統計過 年紀輕的投2萬4的才13%左右 好所以但是委員我要跟你說 就是說我們真的是這個錢 我們是花在最需要然後最弱勢的 那投保薪資 那請問一下2萬5千2跟2萬4千的差別在哪裡 你覺得他應該是富人要被排富掉嗎 剛剛委員 因為我們其實我剛才講 我們政府之前有最弱勢優先 以目前來講 我們2萬4已經是大概6成5的職業工會的會員 你如果還是堅持這樣 我今天都已經說了 給大家更多的權限去照顧 結果你們不願意 好那如果這樣我再來要講 有關自營業者 自營業者剛才已經說 現在投國保的非常非常的多 他無固定雇主沒有勞保 你們今天就要去走走衛福部 你知道衛福部對勞工那個尊嚴傷害是什麼 對走衛福部的意思是什麼 而且院長你知道衛福部的規定是什麼嗎 你知道嗎 衛福部的規定多嚴格啊 看一下PDD多嚴格 你要符合生活標準 你以台北市為例啊 一個人是兩萬五千耶 意思就是說 我要拿衛福部的錢 我不能有房貸的壓力 我可能不能有其他 可能家裡有長輩要看 要看病人 需要留下來的錢 衛福部這個規定 基本上還是救窮 不是救急 不是救困 這個標準那麼嚴格 對於剛剛講說 沒有拿到勞保的 都去走這個衛福部 第一個 對於勞工的尊嚴來說 是一個傷害 第二個 這個標準那麼嚴格 還要仿飾 還要家庭仿飾 那我剛剛講的啊 我拿職業工委投保 兩萬五千二的人 為什麼我領不到時候 我要去求政府 然後還要到我家裡來仿飾 那個尊嚴是什麼 這個委員不是像你說這樣 我們有一個是 因為疫情 生活有困難 這樣可以 不然現在掉就掉了 這樣可以 不行啊 真的要仿飾啊 規定就是要仿飾啊 他只要切結 表示這個是事實 這樣 沒有啦 報告啊 這個我都看清楚 你們的記者會 我都有看 他要求就是要 家庭現有收入 你要提證明喔 家庭現有的存款 加收入 而且還要到家裡去訪市嘛 這個衛福部都在 這一個不用 這個要啊 我們有一部分是特別簡化的 就是除了這個 剛剛前面講的比較有條件 因為過去的極難救助是有特定的對象 有列策嘛 那個是極難救助 我現在講的是這筆錢要拿的部分 你們的記者會說是要去訪市的喔 我這個文字是從你們這邊來的耶 是啊我們這樣一直就各種方面如果真的有這樣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只要 院長你也說只要有需要便一便就可以了 因為疫情受衝擊生活陷入困難 所以不需要符合這個條件 不需要符合喔 我家這樣 只要這樣 我要確定不需要符合這個條件 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是簡化程序 我們可以先說請他借解 借解然後給他處理 要不要符合這個條件嗎 要不要 疫情過後我們在 等一下 要不要符合這個條件 你告訴我 要不要符合這個條件 我們原來對外的說明是 只要是極難救助 當然要先符合前面八項 再加上後來我們擴大的部分 再問一次 要不要符合這個條件 我們這個 這個40億的部分 是要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要符合嘛 這也要仿視嘛 只是你的意思說先給錢嘛 我們本來就有列策 本來就有列策了 這沒有叫本來就有列策喔 剛才講的是說 我可能因為領不到勞動部的錢 所以可以去衛福部 這怎麼會跟列策有關呢 這不是原來的中低收入戶耶 院長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現在我覺得有點搞混 就是這些不一定有列策 我舉例來講 很多的藝文工作者 我要先講不是只有舉牌 很多藝文工作者 本身都沒有投勞保 他們可能也許做燈光影響 可能是歌手 現在都零收入 就你現在要他傷害尊嚴去衛福部領這個錢 第二個是你要符合這麼多的條件 更加的嚴格 現在是這樣啦委員 我們政府的本意就是 這一次的疫情衝擊 確實有很多國人受到陷入困擊 政府就是 勞動部這邊有一個要發的 這個佔了絕大部分 這個不行 衛福部這邊也有本來有的 所以有你說的那些條件 但這樣還沒有涵蓋到 可能還有一些人 確實 因疫情衝擊陷入困難 而不是要有這些還手 所以這些 對 讓這個 加這個條件 可以也給他補助 那這個部分在哪裡 他要切結 確實已經生活陷入困難 就把這兩個中間 這一塊 缺口也給他補起來 那這一塊是誰來補 其實我覺得他們還是勞工 我認為應該還是勞動部要來做 因為他們是勞工嘛 我就說 他是歌手 他可能是做燈光音響 他可能是一個文字的工作者 他是勞工耶 只是他是case by case 反正政府是一個啦 他如果做不好 總是怪政府 我覺得 就是兩邊這一個 怎麼樣子這個 這個空隙 這個沒有照顧到的 我們讓他能夠照顧到 所以院長你也承認一下 有個空隙在這邊對不對 兩邊委員舉出來嘛 對啊 這邊照顧不到嘛 這邊也照顧不到啦 這邊也還索 或者沒有辦法符合那些條件 確實是困難嘛 對就是要紓困不是就窮啦 現在就是要紓困嘛 只要困 那怎麼樣請到 那院長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答應再討論一個方案出來 今天有很多立委都在質詢 我譬如說啦 包括民進黨立委也接到這麼多這方面的陳情 可是我們就一直看不到這一塊的解決 而這些人是真正需要被幫忙 這樣包括很多的身心障礙 現在他們在工作的人也是一樣啊 他們可能就是一樣就是街頭藝人 或是說可能就是在哪裡做表演的 如果委員你舉這種例子文化工作者 那他陷入困難 我們文化部另外有每一個人六萬塊的那一種 這個我知道 但是院長 有些就我剛剛講 他那個文化工作是層層下包 有的你要拿證明喔 不那麼簡單 說他一張台灣而已說 欸 抱歉這場燈光音響請你來做 很多這個很基層很弱勢 剛才說那個街頭藝人啊或什麼 對 就叫做非典的工作者喔 現在太多元了 所以我還是要拜託一下 有關於這個部分 請院長你來主持 把這些可能的漏洞都補起來 就是說真的需要照顧的人 這部文化部一直在讓他涵蓋在那邊找 我知道他非常用心 這個我知道 沒有 這個他 沒有關係 我會跟他講很多了啦 但是我是在幫文化部解決問題 他目前申請出來的案件啊 遠遠超過文化部 不管是紓困1.0或2.0啦 遠遠超過啦 裡面就包括我剛剛說的那種類型 我講一下 報告委員 我們一文紓困1.0裡面已經有納入自然人喔 那我們是可以不用勞保 或任何保險身份 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提出 也可以合併在事業幫他一起提出 但的確也是文化部預算有限 所以我也是索性看到說勞動部提出自顧者方案 然後衛福部有這個急難救助方案喔 那我想這四個途徑加起來 基本上可以涵蓋一文工作者 不過我想因為院長講政府一體 幾個部會喔 會把這個彼此如何協力 我最為要求一個地方補起來 我最為要求一個地方補起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